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5月11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大盘走势的部分 在美股接连重挫之后 礼拜二先呈现了个涨跌互建 跌势趋缓的现象 台北股市也在一阵的一连串的急杀之后 今天呈现个量缩震荡 直数开出平低盘 小跌7点左右的幅度 一度下沙跌108点 不过接下来又拉高上来翻红 一度上涨19点 指数一度跌破1万6 最低杀到15953点下去 收盘仍然是下跌55点 不过是收在16006点的位置 刚好守在16000点之上 连续两天大盘破了1万6 都能够拉上来 很多人在问是不是大盘已经守住16000了 但更多人关心指数这地方拉回就算了 先前最强势的快筛概念股 怎么现在跌个不停 到底手上有快筛概念股套牢了 该怎么办呢 好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再来做详尽的说明 不过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要先按照惯例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第一通指令 来跟大家观察到 大盘走势的部分 今天一早9点09分就提醒会员朋友 每股礼拜二涨跌互建 而小NASDA起指早盘小涨大概10点左右 台股指数开平低 小跌7点之后 手盘就呈现一个多空僵持的气氛了 而预估量今天急缩下来 只有2000亿上下 起指的跌幅则比现货略微大一点点 所以我研判 今天指数大概就是一个量缩整理盘 观察个股各自表现的一个走势 那这种量缩整理盘 当然都提醒过大家 要注意大盘量能不出之下 如果早盘出量拉高的个股后继无力 下半场容易有多杀多的走势出现 所以我们再来观察 有没有这种大盘 这个早盘出量拉高的个股 下半场有多杀多可能的股票 来做一个短空先卖 那今天我们锁定的标的 在二集体当中 代号5425的台半这档股票 最近蛮多利多 包括了Tesla说产能飙升 台半也是Tesla概念股 说可以进补四月营收年增率 增加个14%左右 而重点在今天早盘 股价开低之后一度出量拉高上去 有大单敲进 吸引散户抢金之后 又跌落了大单敲进的成本 早盘的均价 那均价线也开始转为下滑的情况之下 疑似有大户拉高完开始翻手出货 百战指标也在这边交叉向下 出现了转弱讯号之下 因此建议会员朋友 采取一个短空先卖后买的策略 那不过今天要跟会员朋友说声抱歉 以我们9点53分发出指令 短空5425的台半 技术面转弱定价85到85.4之间 先做卖出之后呢 停损定在86.5的价位 那后来卖单顺利的成交平均卖在85.2 那只是股价并没有如预期的继续的反手下杀 反而先一波拉高上去 触及到我们预设的停损86.5 那后来最高拉到87点多之后 才开始又杀下去 所以今天形成一个标准的多空双杀走势 先拉高上去 哇扫到我们空三停损 现荣老师人人二话不说 在触及停损 试价86.5的时候呢 通知大家先做回补 遵守纪律 请勿做凹单的动作 所以今天跟会员朋友说声抱歉 这个没有能够帮助会员朋友赚得到钱 反而这地方因为触及停损 我们通知大家赶快收回资金 严格控制风险 遵守纪律绝不凹单 是我们再三定谜大家操作的最高准则 当然讲到这里 我知道如果刚看现荣老师节目的 会觉得说 这个老师好奇怪哦 没有赚钱 赔钱停损 还要拿出来讲哦 人家其他投股老师每天都大获全胜耶 这地方为什么赔钱也要说呢 对这就是现荣老师这么多年来的坚持 坚持在这地方我成立基品操盘团队 就是希望在这市场上立下一个标杆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所以什么叫诚信 当其他投股老师都只抱赚钱的股票 赔钱都不说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你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你相信了 相信有人买股票真的可以稳赚不赔 真的有人天天给大获全胜 我只能提醒你 你要小心 这叫神话 什么叫神话 常常就是神棍讲的话啦 也就是当你看到其他投股老师 每天不管大盘涨还是跌 都说自己大获全胜的时候 你觉得我好厉害哦 你就跑去加入你到最后发现都是假的 原来这些老师他可能每天推荐三到五档股票给各种会员 所以一个月推荐过几十档 一个月推荐了几十档 当然总有几档有赚钱 今天总有几档会大涨 哇就把今天涨的有赚钱的拿出来说 问题其他赔钱的套牢一缸子的呢 通通藏起来不讲 这样的老师每天都说自己大获全胜 但是能够真的帮你赚钱吗 你加入就发现假的 那有些老师像这波行情这样跌了两千八百点下来 每天都告诉你不用怕拉回找买点 反正就像一档股票 很多老师都这样每天都还买进 把会员的朋友的钱当作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 那这样无限加码 当然再弱的股票或是再弱的大盘 总也会有触底反弹的时候 每次一反弹就告诉你 你看最低点告诉你要买股票嘛 你看最低点买的现在就可以赚多少钱了 反弹就可以赚多少了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都是最低点买的 但是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他的会员 当他这样一档股票叠下来天天买进 无限加码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买到最低点吗 不行 你的钱都会在高档早就套牢一缸子 等着结套而已 对不对 你会发现当这些老师都只讲最低点买的赚多少的时候 到最后也是假的 那有些老师是这样 有赚钱就这样 这个一当股票给你 就说可以做当冲 又可以做波段 那常常赚的钱就叫你冲掉了 但是当看错的时候 就叫你说 没关系 我们可以改放波段 听起来很好啊 这当冲波段两相仪 但是我要再三提醒 这其实是做股票的兵家大计 因为他会让你怎样 有赚钱 看对了 反而很快就出掉了 赚没有很多 反而看错的股票才来放波段 然后你最后就发现 满手波段的股票都是你看错的 到最后你会发现满手股票都是套牢的 不就是这么来 到最后赚都赚小钱 赔就赔一缸子 不就是这么来 赚小赔大 你会发现 为什么提醒大家 这是兵家大计 原因就在这里 甚至有些老师是把货员分成了N组 每一组股票都不一样 所以电视上永远有一组货员 今天股票可能亮灯涨停 要没有那组货员不知道 只知道你加入就会发现 怎么老师在电视上表演的涨停版的股票 永远不是你参加的那一组货员的股票呢 你是不是都加入过这样的头股老师 天天说自己大货全社 到加入之后你才发现是假的 能帮你赚钱吗 不行 那县荣老师也再三强调 我真的不是神 不可能天天让你赚钱 有看对一定也有看错的时刻 但是我也再三跟大家做这个保证 虽然不能保证你天天赚 但我跟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就是跟着我们做当冲 当天淡的进 一定就当天淡的出 绝对不做凹丹的动作 那这个每次出手 你也看到我们都预设好停顺 万一看错一%多就跑 那绝对不让这个亏损扩大 这就是我们操作原则 第二个保证每个这个每天的操作当冲 最多就是两党当冲国而已 那像今天也只有唯一一党五四二五的台办 没有更多 如果有足够胜算足够把握 我们再作作几党 不然正常就一党股票 但是最多就两党 所以不会报一大堆股票给你 叫你自己设飞标 也不会带你杀劲杀出几十趟 更不会在报了一堆股票之后 只拿赚钱的出来讲 赔钱的都不说 因为你看到我们真的每一党 都会尝试报告给大家看 那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绝对都是相同股票 就像今天所有会员做当冲 我都跟着我们做五四二五的台办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 要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继续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那只求认同县龙老师理念的 再来找我们 当然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再提醒大家一次 那做股票 其实操作就像吃烧饼一样 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 对不对 但是重点记得 你掉个芝麻很正常 但是绝对绝对不可以怎样 吃都只吃芝麻 一掉却掉了一大个烧饼下去 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人做当冲 常常是有赚钱赚个几百块 一两千块 跑得都很快 但是万一看错 就舍不得出 想要凹凹凹凹 到回来回解套了 才想要跑 但是到最后 你会发现中优几档股票 解套不了之后呢 就是让你这几档股票 让你受到重伤 到最后你就是这样吃芝麻 掉了整个烧饼 这样可以吗 当然不行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操盘高手 要成为股市当中 真正的赢家 永远记得 有看对 也会有看错的时刻 这都难免 但是当你看对 有时候大赚 有时候小赚 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万一看错的时刻 你记得 只能够小赔就 要赶快跑 绝对不可以让大赔这件事情 来做发生 这样长期下来 看错顶多小赔 看对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 才能够成为赢家 就像我们今天 这个地方 操作5425的台办 当然看错了 触及到停损 这地方二话不说 赶快赔个一%多就给他 这是我们每天 这个最大的一个亏损幅度 万一看错一%多 顶多两%左右 就赶快跑 绝对不让亏损继续扩大 严格控制风险 遵守纪律 绝不凹单 是我们操作的最高准则 那看错赔个一%多 那看对的时候呢 像上个月 我们操作滑心 当利多拼船 隔日冲大户 前一天锁涨停 隔天散户继续抢劲的时候 大户已经在拉高 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被我们逮到了 我们那天短空先卖后买 成功的卖在这地方 这个平均44.2的一个价位 杀下来43.2以下来就买回 一块钱的价差 他股价比较低 一百万可以做个三十张 一三十张下来一张一千 一天就加薪个多少 加薪个三万块左右 所以那今天 我们操作的台办 赔个一万多 无伤大雅 一赚就赚个三万回来 不止滑心 对不对 上个礼拜 我们操作化肥股的汇光 也是在这地方 利多频传 大家都说 战火卫蝎 这个汇光营运走监的时候 也发现隔日通大户 前一天锁王涨停 隔天散户抢进的时候 人家已经趁着利多肩爆 拉高出火 转弱讯号出现了 那一天建立会员配 平均卖在五十六块的价位 杀下去五四点八以下买回 最低还有到五三点八 所以至少就赚回一块二的价差 一百万可以做个二十张 这个二十张操作下来 一天就加薪个两万多 超过两%以上 开开心心 放进口袋 对不对 那包括了这个上个礼拜 我们做观光股的三富 也是同样发现隔日通大户 锁完涨停 趁着利多煎爆 隔天再拉高出火了 转弱讯号出来了 又建立会员朋友 这地方先卖后买 那天三富 一口气 又赚回这个地方 这个大概做个十五张 又赚回三万块左右 就是这样的方式 稳扎稳打 两块价差 做个十八张 一天又进涨个三万多块回来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当你能够操作 看错点多小赔就好 严格控制风险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将长期下来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那么如果说投资 认同谢龙老师 这样的操作方式 更认同谢龙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有赚钱没赚钱 我们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的时候 来找我们一起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我们都会继续坚持努力下去 欢迎大家 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继续谈到这个盘式 当然指数的部分 我们之前已经都跟他报告过 冲告18619 18000点的时候 已经预告过 价量指标高档背离之下 中期回档危机已经出现 美股的资金行情 也已经开始来做扭转 那这个地方 这个上个月也都叮咛大家 接下来指数可能会跌到哪里 支撑当时下看两年线的位置 那果然在这地方大盘指数 在昨天最低刹到15734 接近到两年线的支撑 目前两年线的位置在15690 这已经相差不多了 那昨天拉了一个蛮长的下影线出来 今天亮缩在这里整理 这个地方如之前所说的 两年线短线上这里有支撑 可能又有机会在跌破前波低点 破了16219之后 又有机会先呈现一个反弹 但是它会是最后的底部吗 那所谓的底部我也跟大家强调过 最重要的两大讯号 一叫做融资追缴令万件齐发 二叫做国安基金正式进场 而目前还没有看到 所以我认为及时指数来做反弹 那在这个地方整个格局可能还是属于一个震荡而往下 没有改变 甚至还可能还在拖很久 那反弹要注意上档的层层压力 季线半年线年线 之前这个地方好像都是支撑 一旦跌破现在又变成下弯之后 上档层层反压 这种状况 第一个大盘的部分 不能够太过于这地方乐观 即时指数未来从此涨势 也跟大家提醒过 再创新高就好 这个即时指数再涨上去 很多股票高点也不再来 像这两天跌到15734 很多股票在反弹了 可是你看到上个月一堆投股老师在喊进的什么 快筛干人股 4月28号那一天 实名制上路 我们特别叮咛 这时候一堆投股老师还在喊进的时候 已经要小心 价量结构来看 已经有利多出进的可能性 当时候亚诺法锐基都在高档 现在你看到哇一个跌下来 指数跌就算了 最多人在追逐一堆投股老师告诉你 指数不用怕啦 买对股强势股就会大赚特赚的结果 他们可能赚走他们的会员费 结果放了一堆会员 亚诺法从80几块跌到40几块 锐基从180掉到120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指数是不是能够反弹 不是那么重要 重点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业绩数字在下滑 景气趋势在这个向下 这个当然该跑还是要跑 但重点是很多股票只是靠着题材在炒作 当一堆散户一窝蜂在抢劲 人家大户就会拍拍屁股走人 而当主力拍拍屁股走人 股价就是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然后高点不再来 这种股票该跑就要跑 因为你可能再也看不到下一次的高峰了 所以这种状况 我只能再三提醒 如果你手上有这样的状况 该出还是要出 那最好是进场之前 都先想好你该设的停损在哪里 万一看错顶多一%多 这个像县荣老师做单冲 顶多一%多两%就跑 如果你做的是波段 也顶多10%左右 就要赶快断水离 这都是要叮咛大家的 那当然更要去留意 美国经济硬着陆 停滞行通膨的一个危机 还是没有化解 全球股市有可能跟着它一起转空的情况之下 在这里 当然我知道大家都想要掌握赚钱机会 但是永远记得 风险意识 这两个字不能少啊 所以想要掌握 控制好风险 又想要掌握赚钱机会 你就会了解我为什么再三叮咛 最好的操作策略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发挥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才能够让你真正的高枕无忧啊 对不对 盘中满手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盘后空手不用去害怕美股大涨大跌 生活品质顾得好 早上赚了钱 下午就去逛街喝个下午茶 晚上睡得饱饱 受大盘趋势影响又非常的低 我们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操作灵活 避免的股票爆了一堆 万一行情继续跌 你会一堆股票套牢在那里 可是我们都不会 用盘后保持空手 不用担心越套越深越赔越多 其实真正懂得控制风险 做当冲才能够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天天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我们才说 这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如果想操作当中 只是找不到正确方法的 我们都诚心邀请你 来加入我们极品操盘团队 县荣老师每天按照专利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 再来决定该做多该做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并且在确认转折果断出手 最后最重要 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像今天台办 没有如预期杀下去 触及我们一进场就已经设好停损 才86块半 触及到停损 而话不说通知大家来做回补 对不对 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遵守纪律绝不熬单 看错一%多就跑 但是看对 你像看到上次操作滑星 一块价差 一百万做三十张 一天就加薪个三万左右 赚回来 操作汇光 这地方一块二价差 一百万做二十张 一天就加薪两万多赚起来 操作三付 两块钱的价差 一百万做个十八张 一天进张三万六 哇就赚起来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如果看错 顶多小赔 绝对不让大赔发生 严格控制风险 看对的时候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 才能够成为赢家 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之下 过去一个月 从四月十一号 到今天五月十一号 累积报酬率 在盈亏相抵 你看到 有赚一定有赔 我们每一笔都诚实报告 给大家看过 重点是盈亏相抵之后 累积报酬率 一个月左右 仍然有接近十percent的成绩 就假设每档 用一百万出头来做操作 一个月帮自己加薪各十百千万十万 六位数以上 不是不可能梦想 重点我们看错 严格控制风险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这样才能够成为赢家 如果投资朋友 认同现龙老师这样的操作方式 更认同现龙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也想跟着现龙老师 一起利用当冲 稳扎稳打 先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再来掌握赚钱机会 挑战一个月 加薪个五位数六位数的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广告休息时间 就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的内容 马上再回来 更大不顾极品超盘团队 由邝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参专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高老师 极品超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超盘服务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台北股市大盘指数 这波杀到两年线附近之后 又有机会在破前低之后出现了反弹 但是想要掌握赚钱机会 这里风险意识不能少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地方尤其对大资金的 千万不要再为了追逐涨停板 去买一些已经涨翻天 尤其是一些投机股 我们只会锁定一些趋势向上的产业 业绩成长的潜力股 好的出手机会再来做把握 像目前也只推荐会员朋友一档半导体设备 以及关键大厂针对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如果有波段需求规划 这种营收启动的成长动囊 未来两年业绩持续成长 法人都在卡位布局的股票 我们再来做把握 那但是对大部分的投资人 如果说资金不多 想要控制好风险 又想要掌握赚钱机会 仍然提醒您 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是我们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再强调一次内容是这样 每天早上会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所以不会爆一堆股票叫你设飞标 也不会带你杀进杀出几十趟 最精选的股票来推荐给大家 清楚的告诉你 该适合先买还是适合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价 简讯通知 没到价 无论如何 当天进 一定当天带你出 严格控制风险 所以像今天台办 走势不如预期 我们停损定在86.5 看错 二话不说 赔个一块多 一趴多 这地方马上抽身而退 严格控制风险 遵守纪律 绝不凹单 这是我们的最高准则 看对了 像上个礼拜的一个汇光 有没有 55.9到56.1之间 顺利的先做卖出 杀下来 这地方54.8以下 通知大家来做买回 你看到一个口令 一动作 一块二价差 一百万做个二十张 一天就加薪个两万多块 开开心心 放进口袋了 三付 那一天建立65元以上 短空先做卖出 杀下来 这地方63元以下 通知买回 目标62也有达证 两块以上的价差 如果赚的更多 当然也恭喜你 操作18张 很多人就有机会 一天加薪个三万六 放进口袋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 看错顶多小赔 绝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 有时候小赚 四季大赚 长期下来 自然就有机会成为赢家 如果投资 认同现荣老师这样的操作方式 更认同现荣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也想利用快打当冲作战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的 都欢迎大家 广告时间 指名加入 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